開開心心 欺負世界 洗洗洗頭髮 喔耶 看看這位粉絲笑成這樣 就知道被李國藝洗頭髮 又多開心 但大家都聚焦在 黃紫焦與佑聖兩人 傳出私人恩怨一事 曾與佑聖吉焦跟女友孟耿如 一起拍戲的李國藝說話啦 我也是 一頭霧水 就是關於 怎麼有這個新聞出來 那我覺得我個人沒辦法發表什麼意見 希望前輩跟我的朋友 大家好好處理 又傳言 耿如與佑聖一起拍戲時 遭到佑聖不禮貌對待 完全沒有 在我看來是 我們就是最正常不過的 同事合作的好夥伴的關係 其他 我真的一頭霧水 我們就碰過一頭霧水的李國藝吧 接下來就是情人節 李國藝也表示 只要有心 天天都是情人節 而且首先你要有個情人 這真是太悲催了 各位單身狗 情人節記得要在家多好啊